哈喽大家好,我是王颖,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夜莺 在中国古代有个皇帝,他是全国最富有的人 他的花园非常大,花园里住着一只夜莺 他的歌声非常美妙,常常能把路人都醒住 许多来中国旅行的外国学者,写了大量关于皇城、宫殿和花园的书籍 那些诗人还写了许多美丽的诗篇,歌颂这只住在花园里的夜莺 皇帝坐在经椅子上,翻开这些书,让皇帝印象最深的是这句话 夜莺是这里一切东西中最美的 我的国家里还有这样的一只鸟儿吗 皇帝命令层子,把夜莺带到皇宫 夜莺站在了一根精致的漆柱上面 他的歌声是那么的美妙,你就连皇帝都被感动了 后来,夜莺在宫里住了下来,他有了自己的笼子 又过了些日子,皇帝收到了一件工艺品 他跟真的夜莺一模一样 他全身相当的宝石,只要上发条,就能唱出那些张夜莺唱的歌 张夜莺失从了 一天,趁人们不注意,夜莺飞出了窗子 大家都说,他忘恩负义 一年过去了,人造鸟的身体里面,忽然发出嘶,嘶的声音 好像有一样东西断掉了,歌声立刻停止了 皇帝请来了钟表将 这只鸟听后,必须仔细保护 一年只能唱一次歌了 五年过去了,皇帝病了 病得很严重 可怜的皇帝只有一个愿望 听到夜莺的歌声 可是,眼前的这只鸟却一动也不动 因为,没有谁来替他上好发条 正在这时,皇帝又听到了那久别的声音 还是那么美妙,婉转 谢谢你,亲爱的夜莺 原来,夜莺听出了皇帝的近况 特意飞回皇宫来看他 神圣的小鸟啊 我该如何报答你呢 当我第一次唱歌的时候 我从您的眼睛里得到了您的泪珠 这是最好的报答了 于是,他唱了起来 皇帝在这美满的歌声中 甜蜜地睡着了 皇帝醒来时,感到很清醒 他特别想让夜莺留下来陪他 但夜莺拒绝了 我将永远为那些幸福的人 和那些难受的人歌唱 夜莺看了皇帝一眼 飞走了